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报道江苏华城生物发电公司的所有生物质电厂已经停产一个多月 这导致供应商纷纷在厂区总经理市门前追债 该公司是江苏省镇江市规模最大的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 但由于近期各种原因导致电厂停产 供应商们对于尚未结算的账款非常焦虑 所以纷纷围堵在经理市门前要求还款 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公司和供应商来说都至关重要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未免影响到双方的正常运营和经济力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